干备鸡肉粽的做法步骤 1.糯米提前用水泡一碗 鸡腿肉切指甲盖大小的快 用蚝油 料酒腌制4个小时左右 新鲜豌豆包好备用 2.干备用水泡放 撕碎 3.包之前把糯米用蚝油 盐拌均入味 4.纵夜洗干净 先放少许糯米 5.再放上鸡腿肉块 干备撕 豌豆 6.再铺上一层糯米 7.包好即可 8. 9.放入锅内 水莓果粽子 大火烧开 中小火煮一个小时左右即可 使用的炉具煮过